大家好,欢迎来到洋洋说史,我是老白 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清工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无论是《甄嬛传》还是《如意传》,亦或是《沿喜攻略》 但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些清朝电视作品时,有没有仔细观察到一个特点 在这些宫中妃子的服饰上面,总会有一条类似白鳞状的白色绸缎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条白色的绸缎叫做龙华 虽然清朝的皇宫里,宫女跟妃子都有佩戴 但是龙华的佩戴方式有着非常严格的规矩 龙华的图案非常的繁杂 而越是尊贵的女子所佩戴的龙华图案就越是复杂 宫女们的龙华甚至没有一点的图案 地位低下的妃子可能只会绣上一些普通的花草 但是如果像后宫之主皇后娘娘所佩戴的龙华 则会绣牡丹的花样 其实佩戴龙华是有很多的作用的 它不但代表着后宫女子身份和地位 也让皇帝很有辨识度 毕竟在古代后宫家里三千人 给皇帝侍寝的嫔妃也非常的多 皇帝不可能把这些嫔妃们都记住 而龙华就很好地让皇帝记住了这些嫔妃 可以凭借着这些龙华上的所绣的图案 轻易地知道这些嫔妃的身份地位和所住宫殿 唤醒皇帝的一些记忆 龙华最初的作用就是让女子抵御风寒 只是在后期经过时代的不断演变过程当中 有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含义 龙华文化已经成为了清朝后宫女子 必不可少的一种礼仪 如果宫中的女子没有佩戴 就显得非常的有识体动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清朝的龙华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振 我们下期再见